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如果看那套戲 《京城四百年》 《哥布拉柏》拍的就是專講這位人物 他應該是在中歐那裡 一個很著名的人 生前是相當殘暴 那套戲有解釋他為什麼那麼殘暴 但是真的來說 這個人呢 根據歷史的記載 他是變態的 變態在於什麼呢? 就不是他吸血 就是他喜歡殺人 就是殺那些 尤其是那些穆斯林 他是吃早餐的時候 看著那些人 就是給那些尖的矛 或者那些鐵的尖的地方 是整個人插了進去的 那從哪裡抄一支插起呢? 就應該是由光門開始插進去的 他是特別喜歡用那些很尖的木 看著那些人是怎麼慢慢地被刺穿的 好像還有那些人 是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京城四百年》他不只是一個人 有很多人的 不過這個人呢 傳說他死了之後變成了吸血殭屍 所以現在你去這個 應該是哪裏 應該是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嘛 其實你就可以去古堡那裡住的 那晚上就看看他會不會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但Anyway這個吸血殭屍 就不是我們今天那個最重要的地方 吸血殭屍你信不信就由得來啦 但是這個人呢他生前呢 為什麼他這麼殘忍呢 應該是他有些身體的毛病 導致他很不舒服的人 所以經常要透過一些發洩 去將他自己釋放出來 因為他有非常之強的虐待狂的這個人 嗯嗯 好了 那個科學的位在哪裡呢 原來他寫信哦 那個時候 你看他寫的信都挺漂亮的 哎呀 那首字啊 就是你 是的 台長就展示了這首字出來 就是真的 我很驚訝 我老實說 我就不是很熟悉這個故事的 我只有那些卡通片程度 就是對於那些吸血殭屍 就是卡通化了的形象而已 就是我小時候我連你說 德古拉那本這樣的小朋友的reader 我都看不完 所以搞到我現在的英文這麼差 但是呢 但是這次來講 你看不完 跟英文程度沒有什麼關係 是啊 依然有老師叫我看的嘛 我真的沒心機看 沒心機看的 沒心機看的 他玩你了 他玩你了 那這裡就這樣了 為什麼這次要這樣殺有介事拿出來呢 原來呢 其實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呢 那種化驗呢 就真的做得很了不起的 我記得上次呢 能夠令我聯想起這種化驗的科技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講貝多芬 就是我們由貝多芬 很多人說他能夠收埋到貝多芬剩下的那些頭髮 那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的呢 跟著甚至乎借用貝多芬的真正有血親關係的後人 用他的DNA來做比對 就驗到哪些頭髮是真和假的 由頭髮到你都可以做到一些化驗 甚至乎呢 由他那些其他的遺物 你甚至乎可以追隨一下 就是知道他當時患了什麼病 就是由頭髮到你知道大約是肝臟的狀態等等 配合到記錄呢 你慢慢能夠還原回去當時面對著一個什麼的生活 有什麼疾病等等 現在這一刻呢 幾乎差不多的故事呢 就發生在這一位那麼殘暴的君主身上 你應該叫他德古拉拍照 是的 就這位 他應該就是 他的名字是不是直接就叫德古拉呢 就是德古拉後來借他做這個人物呢 不是的 他的真名是Dracula Dracula就是德古拉 那個名字是龍的意思 因為他們在中安地方很多人叫龍的 Dragon 其實像Dragon這個字 是的 是的 那竟然就這次化驗 竟然在這個人物身上 找回這個人物圓形 他究竟那個生平或者面對了什麼疾病 可以由一些遺物做到化驗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當時有人形容他的相貌 也都可以根據他的相貌 畫了一幅照片出來 他是怎麼樣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一些怪異的特徵 他哭的時候他會流淚 他的顏色是紅色 有一些人就 咦 它是不是哭的時候會噴血呢 有一點 嘩 如果是就得人害怕了 真的 很有趣 我認為那個吸血殭屍是和他現在 形容他這種病有些關係的 因為他的眼淚流淚 所以有人就說 咦 它是不是吸了別人的血 所以他哭的時候會流一些紅色的血出來 是的 譬如你看到任何文學作品 很多時候他作這個人物圓形 為什麼有這樣的傳說呢 很多時候我以為天馬行空 但是似乎經過這個化驗之後 我們都很容易聯想到 原來真的有一個事實的根據在這裡 能夠連結到 就是說原來他真的有一些身體的症狀 可以解釋到為什麼他哭出來 會哭出血出來 正常人來說 你哭很多 你哭到呼天腸 你最後都真的會哭到出血的 但是似乎得古拉伯爵就不用做到這樣的樣子了 這件事情 原來真正正在醫學上面有這樣的病 就是有這樣的案例 是檢查到有人會哭出血出來的 那究竟怎樣能夠追溯出來呢? 現在似乎就是由他寫的這封信上面 就留下了一些線索 那這裡可能也要台長幫忙看一下 就是譬如說他究竟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他原先身體出來的分泌物 是沾染到他這封信上面呢? 就是似乎是一個這樣的方向 現在就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信上面 這個幾百年來流下來的樣本呢 是其實留了很多幾百年前的資訊在這裡 就是說 碰過去的人 就是本身 他譬如我不知道 他剛剛的手抹完鼻子 抹完一隻眼 揪了一隻眼 插了一隻筆 或者插了一隻信紙 會不會呢? 他的手指指的指毛的印 身體的油脂分泌 甚至乎他曾經對封信咳過 OK? 那你會發覺在生活上面很多途徑 令到可能有很多 原本屬於身體的黏液和分泌物 就會留在這裡 甚至乎他染過的病毒 菌 可能會留下一些殘餘在這裡 另外就是一些當時 他生活在那個古堡地方的環境 有沒有什麼的菌類 甚至乎滿蟲 甚至乎細菌 這些東西 有沒有殘餘留在這裡 竟然以今天的科技 那個化驗鑑證的靈魂度 是可以將這些東西 一一去勾出來的 其中一個化驗結果就是 真是找到一個 他應該和他的淚水是有關的 而且就是看到裡面 他的成份似乎是有帶血的成份在裡面 就是真的證實到 這個血和淚的混合體 是出現在這個信 上面殘留了一個證據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說 哭不哭不出血的 就這樣哭不出血的 是不是一種病 那應該是 我想正常人好人好者 都不會這樣的 身體不是如你有這樣的功能 究竟這種病本身是 他純粹有個名字 叫什麼 Hemolacry 我硬把它讀出來 你通常 欠慕這些意思就是 跟血紅有關的東西 後來 後面有些可能跟淚水有關的東西 純粹就是血淚 這種疾病 不止的 又這個 書信上面的殘餘分泌物 甚至乎還找到 就是 還找到多一些東西 就是嘗試解釋 它應該是有了一些呼吸系統的疾病 和一些皮膚上的疾病 是啊 那查出來了 就這種正常的 Hemolacrya Hemolacrya 是解血的意思 就是淚血病 原來有案例的 有些人真的哭 它是 最常見的就是 那個淚水那個淚氣那裡 就是我們眼裡那裡 有腫瘤 細菌就是 但是如果中世紀那個 衛生程度那麼差 那有這種病 我想絕對不出奇 是 還有剛才你提到 就是為什麼說 那時候會留那麼多的資訊在那裡 我懷疑的是 當時那些人不會洗手 是 你不要說 洗手這個習慣 是講到這個 正式有現代醫學 才叫做有洗手的習慣 有個醫生是搞一件事 當時他說為什麼這麼多苦產科 那個是19世紀末 20世紀初 他是說 為什麼這麼多苦產科 那些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生了 會死呢 是因為醫生的手不乾淨 是 那當時那些人說他瘋了 他心裡就自殺了 但是他死了之後 就發明原來這件事是真的 是的 原來在說洗手令到手乾淨 手清潔這個概念 是才發明了百多年 所以這封信寫成的時候 是一四幾幾年 那些人不洗手有什麼奇怪呢 你可以想到 當時那種歐洲人那種衛生程度 那種水平 我會說呢 比起某一些的 譬如是 熱帶地方 暴落 那些土人 還要低的 那這裡要提一提 我都忘記了 是不是巴布 新基內亞 還是大藥那頭 他有一些暴落 你都知道 就是當時那些暴落 他無私 和醫生是同一個職責的 就是因為他覺得你病 就是要驅魔 然後他們發現了 這個椰青水呢 就是一個性物來的 因為他發覺 每逢只要我 在那些無私去司法之前 用那個椰青水來 去搓過自己的手之後 就醫病特別好的 甚至乎是幫病人去做一些 可能比較血淋淋的手術 我不知道是剝牙 還是不知道做什麼 是會特別令到最後的病人是沒事的 那你知道了 在這些土人部落那裡去解釋 他當然是說和法力 和魔法的東西有關 但是其實用今時今日的概念 我們知道就是什麼呢 因為椰青水是沒有菌的 很乾淨的 所以用它來去洗手 再給那些無私來司法 去摸捏摸路 就特別小細菌惹到人 所以最後那個傳媒率是會高的 那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原來這種洗手清潔這件事 原來是 大家會很驚訝 這麼晚才會被發現出來 也都反過來 回到德古拉伯爵這個事件 就是說 他照計的手都是非常不乾淨 所以摸到留下這麼多的證據在那裡 很喜歡摸什麼都好 首先舔一下手指才去摸的 要揭那幾頁都舔一下手指才去揭 特意去舔一下 他們那個年代 我相信他們的紙是有這種需要 可能會被人黏著 所以他們有那個要舔舔 跟著 還有那時候那個紙本身是很矜貴的 他們不是這麼輕易扔這些紙的 中世紀的紙呢 是寫完一次再蓋下去再寫的 他們那些另外一隻的 就是寫那些抄聖經的時候 那我相信他們 就是貴族才能用到這些紙的 所以他們應該留下很多資訊在那裡的 那我同意都看到了 就是他們經過一些染料的時候 其實就會看到就是 就是留下了什麼的痕跡在上面 我想真是口水、鼻涕、眼睛都有的 是當時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也都告訴我 就是現在的考古呢 其實是我們有很多資訊是遺留了 在那個基因的層面那裡 讓我們去發掘 譬如中國也是的 譬如說你的皇帝怎麼死法 有兩個疑案的 就是譬如光瑞就是被毒死了 光瑞 光瑞就是被毒死了 現在就由光瑞的頭髮 找到很大量披傷的成份在那裡 你知道歷史學家多壞嗎? 個個都說沒有可能的 光瑞不是會被毒死的 但是你想想到他現在被毒死 好像是同一天死的 是的 怎麼會教得這麼適合 至於早過慈禧一點點 是啊 所以這些歷史學家 大家都是沒有信述科學教過的 另外就是譬如是這個明朝的皇帝 萬曆 那些人現在懷疑他是吃鴉片煙的 這個可能性都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要驗的 你不用看歷史書 你開了一個墳墓去 把這條絲出來 去看看他是不是吃鴉片 就知道了 所以他多這些資訊 應該是等科學家去發掘 而科學家往往是比歷史學家準確的 是的 是的 那這裡又提了一些科學的東西 其實他用到一個很精確的技術 我們講到上面其實很多資訊有在的了 你問題怎麼抽取出來呢 你可不可以把它撕爛一塊 然後把它融在融液裡 但是你這樣做就會破壞到原件 尤其是這個書信 你就盡量不希望它能夠看到任何地方 所以他們在這裡要發展一套技術 就是嘗試做一塊薄膜 這塊薄膜上面就是會有一些的融劑的能力 就能夠將上面部分一些我們想要的資訊 融了下去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一個不破壞那個原件 或者對那個原件的騷擾 能夠減到最低的情況之下 就發現到上面藏著了一些什麼資訊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對於分子化學的考古裡面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工作 上次我們講貝多芬的時候也講起了 隨著這個科技進步 我們都會預計有越來越多的歷史人物去的遺跡 由遺跡講到一些由其他文獻沒有講過的故事 現在就發生了 竟然只有古拉伯爵 所以未來我都一直 如果再有這些得意的新發現 一直都會講下去 是啊 但是這裡沒有解決問題 究竟他有沒有吸血 是啊 但是起碼知道就是 他有一個是由基因層面的一個呼吸系統的問題 因為是由殘留的一些蛋白質去找出來 相信這些蛋白質也是由他的身體的可能一些皮舌 這些這樣的殘餘流下來 由那裡的基因分析這些這樣的蛋白質 照計就是由他自己本身身體裡面一些不正常的基因 去令他產生這種蛋白質 就是大家就很清楚的了 找到這些有問題的蛋白質 其實就跟本身有這種呼吸病 就已經找到一個關聯 現在由那個關聯就可以推敲回 其實他本身有一個呼吸系統的病 所以他可能呼吸系統也有病 咳得很厲害 手髒到處摸 又摸了一隻眼 摸到一隻眼都隨便流滴 眼淚都是血來的 於是乎整天就污衣馬擦 甚至乎身體裡面很多的滿蟲都生了 也都不奇怪 那他要令到其他人都 他看不過眼的人要受更大的痛苦 那學得台長一開始說 很可能是由他自己身體的一些病變受的苦 而引申到在他的情緒上 性情上都有些古怪的事情 他自己受苦 於是乎他不就要其他人都受苦 等自己好過一點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歷史的教訓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這個方學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節目